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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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我对陈吴国老师的公民自治与活着计划那样一种理念 那样一种方向的完全的认同或支持 我站在这就是表示我的那么有态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是公民社会 自治与活着相关的公民社会有法治建设 公民社会那个词在中国已经讲了好多年了 我在南方周末评论员任上 我在这中了六年的评论员 那是南方周末最主要的评论员 在这个任上六年的任上 我认为现在回个头来总结 我主要是推销了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大家也知道 叫投资价值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公民社会 那么投资价值的命运 大家都知道 那么2008年 对投资价值展开了一场全方位的威剿 以御用文人斯莽兰等人为代表的 这种对投资价值的那种地毯式的轰炸 另外一个概念 公民社会的概念 也不见容于某些人 投资价值是这个命运 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去 就是说居然 大家可能未必很清楚 居然曾经有人公开宣称 公民社会死陷阱 这两个概念在中国都遇到相当的阻力 这个阻力 我刚才讲的那个阻力 首先是来自于这个权力的 来自于这种帕尔的那种 他们对这个投资价值和这个公民社会的那种敌意 这种深刻的敌意 这种戒备 另外一个方面 被遭到了来自民间的很多的那种质疑 这种抨击 这种批评 实际上就是说公民社会建设 是在中国现在实际上面临着 我个人认为面临着一个比较艰难的那么一个处境 就是它左边极左这一边 右边极右这一边 都对公民社会构成了一种夹击的那种态势 这就是公民社会建设 公民社会进程 在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那么一个尴尬的那么一个处境 那公民社会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就是面临这么一个尴尬的处境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 我绝不放弃我的这个信念 绝不放弃这样一种努力 当然 有着同样坚定信念的我想 当然绝不止我一个 陈吴国老师是我这方面最坚定的盟友之一 我们也有在全国国内 我们也有很多 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盟友 为什么我们要坚守这样一种信念 就是公民社会建设 公民社会进程在中国 为什么比不可少 我想在西安的同学 应该是对这一点有深刻的体验 西安发生了两大事件 一个事件是 我想你们大家在座都知道 比我知道的更清楚 一个事件是耀家新事件 大家都知道 耀家新事件中的一个风云人物 这个人物叫张显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那么一个小人物 能够操纵 成百万上千万人的心理 能够成功的运作整个的舆论 朝着他需要的方向去找 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 知缺乏公共理性 到了什么程度 人心之被操纵 被异语操纵 到了什么程度 不需要像西特的 像郭培尔 那样顶尖级的 善重家 阴谋家 一个张显 就足够了 这样一种形式 其实是对这些被操纵的 成百万 成千万 也是对整个社会的一种羞辱 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我想大家知道的 也比我更多 中国就是西安的915的事件 当然不只是西安的915 整个中国的915 一夜之间 无数的打砸抢的人 仿佛从地缝里面钻出来一样的 昨天的中国还是好好的 波澜不惊 一夜之间 52个城市全部乱了 背后 其实也只是那么一小撮 并不那么高明的人 在那操纵 在西安就 可以 能够找到这样 很轻而易举的 找到这样的 两个例子 如果把事业 放开一些 放到全国范围 那就更腐蚀即逝了 那最新的例子 我们知道 就是所谓的 盛世欢锅 主委会 组织了一个红锅 红锅团 每人交两千块钱 到人民大会堂去唱红锅 宣称中央领导一定会接见他们 结果 当然这是一个骗局 那么多老人 那么多的中年人 他们的社会阅历不可谓不多 但是他们仍然难免 上当受骗 就是说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 其实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 因为这么一个进程 启蒙的进程 的的确确 就是说今天的中国社会 较之于三十年前的中国社会 在文明 在理性 这一点上 已经是大大的进步了 这是纵向的比较 我们的确是大大进步 但是横向的比较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对这种进步 仍然不可高估 这种进步的意义 进步的作用 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并不是没有 一夜回到文革的那种可能性 那种可能性 并没有为零 我们离这样一种可能性 没有万水千山的距离 这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实际上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没有托妹 这个妹是蒙妹 我们没有托里蒙妹 我们没有告别这个蒙妹 因为我们现在的 我刚才说的那么一个状态 形成鲜明对照的 同样是华人社会 我们不需要把利子 举得更远 去举美国的利子 去举英国的利子 我们只需要 举我们身边的 华人社会的例子 就够了 你比方说 同样是保调游戏 在跟深圳疑活之隔的香港 我的微博 我在新浪的微博 没有被消耗之前 当时我曾经 当然我说这个话 就是说我已经被消耗了 我当时曾经 罚个那么一个帖子 我做了一个对比 把香港的游行 那个保调游行 跟那个深圳的保调游行 用图片做了一个对比 那比任何的文字或语言 都更有力量 深圳那边是火光冲天 打汽车 打行人 香港那边也是保调游行 整个是井然游戏 香港是这样 同样属于华人社会的台湾 就更是如此了 大家知道台湾有过 红山军事件 红山军的主体 是台湾的中下层群众 台湾的中下层群众 按我们这边的规律来说 应该是理性文明 稍微欠缺的 那么一个群体 但是 就是这样的群体 在整个红山军的抗争过程当中 表现的是极其克制 极其有序 极其文明的 在这个红山军事件过程当中 红山军内部 曾经有过一场小小的争议 什么争议呢 又有人向施敏德建议 大家知道施敏德是红山军的领袖 罚起人 就是说白万雄师在城 于总统府也就白布之遥 为什么干脆把这白布之遥一步跨过去 就是冲进总统府 把陈水别赶走 把政权拨到手来 这个提议 在台湾没有成为现实 施敏德没有解决这个提议 施敏德这一方 红山军这一方 表现了高度的克制 但是理性和克制的 不只是红山军这一方 理性克制的是表现于双方 而不是哪一方 双方的另一方 红山军的另一方是陈水扁的那一方 陈水扁政府 后来我从别的渠道得到的消息是 当时陈水扁政府知道 红山军阵营有这个提议 他的对策是什么 他的对策不是维稳 不是上特警 他的对策是 所有的卫兵全部子弹下场 全部空枪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红山军真的冲进来 所有的卫兵 唯一的一个认为 跑 不允许坚守 为什么 怕死人 怕冲突 怕流血 红山军不敢冲总统府 是怕死人 怕冲突 怕流血 陈水扁 放弃坚守总统府 也是怕死人 怕冲突 怕流血 怕暴力冲突 这一点上 他们建立了一个高度的共识 他们有一个底线共识 后来我访问台湾 我问台湾的那个最有名的学者 钱永祥老师 我向他请教 我说 为什么当时红山军没有冲进去 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后来钱永祥老师就问我 他说 你知不知道红山军是一群什么样的群众 我说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清理现场 我当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钱永祥老师告诉我 他们是一群 哪怕是在游行的时候 看见街头的红灯亮了 十字街头的红灯亮了 都会自觉的全部停下来 不再向前走一步 那么一个理性的 克制的 那么一个群体 我刚才讲的 同样是华人社会的 香港 刚才讲的是 同样是华人社会的 台湾 这些情况 如果放到中国大陆 是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当然中国大陆 也有这种有去的 那种克制的 理性的抗争 不是没有 你比方说 厦门的PHS抗议事件 你比方说 攀鱼的 广州攀鱼的 反拉奇焚烧事件 你比方说 大连的PHS事件 也同样表现的理性和克制 但是 我在这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在大陆 在大陆表现的 有 有理性的 克制的 这些事件 有一个 共性 有一个特点 就是 第一 他们都属于大城市 都市 都市抗争 第二 都是都市中的中产阶级 精英的 中产精英的抗争 在中国当下 只有中产精英为主体的抗争 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凡是卷入了底层民众的抗争 像红山军那样的 以中下 成群体为主体的那种抗争 在中国 一般都伴随着 那种不可控 不可测的 这种 巨大风险 十方事件 大家都知道是这样 发生了冲突 当然冲突的主要责任在政府 这点不用讲 另外一个大家知道的 启东事件 几万群众冲进启东市政府 那么那个场景 我就不用多说了 大家去看图片 这就是说 同样是华人社会 但是在文明的水准上 在理性的水准上 在公共理性的水准上 是玄弱天壤 玄弱天壤 我们讲到法治 今天我们要讲到法治 法治跟在座的每个同学 法治的命运跟在座的每个同学 都是息息相关的 法治有前途 你们就有前途 法治没有前途 你们也就没有前途 所以法治是你们的 共同的利益 最大的利益 那法治怎样才能有前途呢 我刚才讲的 这同样是华人社会的 这是另外一个规律 香港 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华人社会 香港可能没有什么民主 但是香港有法治 香港的法治不是依托于民主 香港的法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什么基础 公民社会的基础 香港有公民社会 有一个发达的 完整的公民社会 在香港 哪怕是一个货柜车司机 它也属于很多个共同体 它有自己的货柜车 形形式式的 货柜车司机的协会 会计有会计师协会 律师有律师协会 所有这些 我把它叫做公民组织 所有这些公民组织 都是完全自由的 完全自治的 都是自所知的 整个香港社会 香港的社会 就建立在这样的一个 公民自所知 一个发达的 一个丰富多彩的 公民自所知的基础 这是香港法治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台湾也都例外 台湾也是有法治的 今天我在西安 跟西安的同仁聊天 有同仁聊到台湾 马云九的一段序文 说有一次 那个马云九坐汽车 把头探出去了 探出去了 被那个交警发现了 马上就罚了 马云九九百万台币 这法治对总统 也不例外 也不例外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也是一个公民社会 法治是什么 什么叫法治 就是依法治国 这个依 不是依照的依 法律是最高的规矩 所有的权力 所有的力量 法律说到底 就是无非两个字 规矩 规矩对所有人 都是实用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 操作于规矩的制约至上 所有的人 所有的力量 都必须接受这个规矩的制约 这就叫法治 那么什么叫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也就是一个说到底 一个有规矩的社会 一个规矩至上的社会 所以在这一点上 法治社会跟公民社会 两个概念 其实是二位一体的 两种社会形态的比较 同样是华人社会 但它分属于 两个不同形态的社会 那两种不同的形态 说到根本就是 一个有公共理性的社会形态 或一个没有公共理性的社会形态 法律就是公共理性的最高表现 所以一个公共理性充分发达的社会 必然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但是公共理性要能够充分法语 它必须建立一个条件 必须要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 这个社会必须有充分发达的公共生活 公民生活 公共理性不是天生的 我们老是有人说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 中国不能搞民主 不能搞三权分离 中国人的素质决定了 中国不能搞民主 不能搞三权分离 当然也不能搞国民社会 素质这个概念 是个未概念 为什么说素质这个概念是未概念呢? 因为素质它包含了先天的意味在内 只要包含了先天的意味在内 那么素质这个概念天生 它就注定的是一个带有歧视意味的 那么一个概念 用素质来否定 那个民主的可信性 公民社会的可信性 这当然是对人的一种歧视 竟然是一种侮辱 它本质上是一种种族主义 是不可接受的 但是如果我们跳出这个先天 决定论的这种一个范槽 如果我们把素质这个概念转化一下 转化为一种素养 转化为一种技能 转化为一种经验 那么显然 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公共理性 我刚才讲的民主的生活 民主的制度 包括参权分明 包括公民社会在内 它的确是需要 相当的素养 相当的技能 相当的经验 来支撑的 而素养经验技能 通通来自于什么呢 通通来自于后天的训练 来自于后天的日常的生活 你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你就积累了什么样的人生技能 和人生经验 就积累了什么样的素养 如果你没有过上公民的日常生活 如果你的日常生活 离公民生活的境界太远 那么 当然 在公民 训练这一点上 是一片空白 那么 当然也就不具备 那么 过公民的生活 所必须具备的 那样一种素养 那样一种经验 那样一种技能 这是我们中国大陆 所有问题当中 我认为 所有问题当中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没有过上 这样一种最基础的文明的生活 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时代 文明的世界 但是文明离我们比较远 什么叫文明 在我看来公民的生活 公民的日常生活 才叫文明的生活 如果根本就没有过上公民的生活 那么你没有资格说 你属于这个文明世界的人 正因为我们距离这样的文明生活 也就是公民的生活 距离太远 所以 我们整个的社会 在就是说 具备在培养公共理性这一点上 是严重的欠仗 严重的欠仗 我们现在经济在腾飞 GDP每年都在攀高 但是 我们的那个社会的公共生活的质量 却不但没有提升 反而越来越下降 大家对公共生活 越来越不满意 每个人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几乎每个人 都是持不同政见者 甚至包括这些 既得利益者 甚至包括 那些权贵 他们自己 在私下的藏伙 也往往是持不同政见者 这个持不同政见 不是说 一定是去反对哪一方面 而是说 对公共生活的那种不满 这个公共生活的质量之差 公共生活的那种 严重的匮乏 是中国社会 发展当中 一个最大的危机 大家去美国 你会发现 美国人 他的美国人的那种公共生活的丰富 为什么他的公共生活那么丰富呢 因为他有充分乏育的 公民的 各种各样的 小的共同体 美国美国公民 可能同时分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小的共同体 美国将近三亿人 美国的NGO有多少个 将近两百万个 平均两百 平均一百多个人 中间 就有一个NGO 这个NGO是什么概念 这个NGO不只是做公益 不只是做慈善 不只是提供公共服务 在我看来 这种NGO更重要的记忆在于 它是一个小教堂 它是人心中的 建立于每个人人心中的一种小教堂 这种小教堂 最大的作用 它是安定人心 让每个人的精神有所寄妥 这就是美国人的公共生活 公共的精神生活 我去台湾 我举一个例子 台湾跟中国大陆不一样的是 有一个社会结构不一样的是 它那个小家庭是充分的发达 充分的独立 这个小家庭充分发达 充分独立 是个什么概念呢 它一般的一个四口之家 五口之家 只有一个人工作 谁工作 丈夫工作 老公工作 老公上班 台湾的 一个人的收入 能够养活一家 所谓太太一般都是全职太太 台湾因此有太多的全职太太 台湾有千千万万的全职太太 但是台湾的千千万万全职太太 几乎可以说 没有一个全职太太 会感到空虚 会感到无聊 好 他们在家里做点家务 家务很简单 送孩子上学 这点时间只占他们日常时间的很小的一部分 那么多的时间怎么打发 那么多的时间 全部是几乎全部是去做义工 你到台湾的医院 到台湾的车站 到台湾的博物馆 到台湾的学校 到台湾的任何一个公共场合 你会发现他的义工多于他的本质人 这就是他们的一种台湾祖父的一种公共生活 他过得非常的充实 非常的有意义 他们对这种公共生活非常的依恋 一年到什么程度呢 我举一个小例子 我在台北 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 台湾朋友的家里 这个台湾朋友在外面 没回家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见面 就住进他家里了 接待我的只剩下他的老母亲 他的老母亲 今年七十二岁了 七十二岁了 还天天去当义工 有一段时间 差点把腿甩断了 那个腿大概到医院打上 那个甲板 才过一个星期 还没完全裁掉 他在家里就坐不住了 就要去上班了 我就说 我说老人家你那么大年纪啊 我因为说不能在家里好好静养休息啊 他就说我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呀 我当时在家里 我是一个闲人 闲人啊 我到了他在一家医院服务做义工 他说我到了医院 我的心才安定下来 这就是台湾人的那样一种公共的生活 他也 你们去台湾 他有很多很多那种公共生活的概念 我们是闻所未闻 你比方说他有一个概念 叫时间银行 你可以存钱 你可以存无 但是没有听说可以存时间 但是他就有一个公益机构 公民组织 让大家把时间存进来 然后你需要的时候再把这个时间提除去用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我 预计 现在是11月 今天是12月 12月2号 今天是3号 是2月3号 我可能下个月的1月3号 我要除去4天 但在4天我要上班 我没有讲怎么办 我就提前 就是说提前到今天开始 我到时间银行去上班 跟谁说好换 然后呢 他把他下个月的4天 让给我 然后下个月4天 他来给我顶班 大致就是这样一种模式 就是说 那里有很多很多 崭新的那种 生活 崭新的生活方式 我刚才讲公共生活 我刚才讲 我们那种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什么 公民社会 说到底 它是一种生活 一种新的生活 说到底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这儿体验一种 我们在 世俗的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又没有信教 我们又去信基督教 每周不去做柳拜 我们也没有信福教 但是我的精神 需要有个寄托 我要找个地方 安放我的心 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样的生活是什么 这就是公民社会 这就是公民组织 这样的生活方式 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 任何一个 发达社会 都是充分发育 充分发达 丰富多彩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广阔的 选择的空间 绝对不会像我们大陆 公共生活贫乏到什么程度 要么就忙得要死 要么呢就闲得要死 闲得要死 怎么打发呢 全国一律普遍的搓麻将 我们公共生活的主要方式 搓麻 修长城 这样的一种公共生活 跟人家的一种公共生活相比 这种差距之大 简直是云然之北 就是说 然后这种 在这样一种 低下的 低品质的 公共生活当中 你能指望它去生长出一种 从搓麻当中 从修长城当中 来寄托自己的精神 寄托自己的人文关怀 来成长做一种善 一种爱 能够把整个把自己跟整个社会联系起来 能够想象吗 没办法想象 能够想象进而生长出 我们最短缺的一个东西 公共理性来吗 不可以想象 为什么我们没有公共理性 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没有一个高质量的 有品质的公共生活 我们缺乏一个高质量的 有品质的公共生活的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 我们没有公民社会 甚至公民社会在我们这儿成了敏感痴 成了陷阱 成了要当作一个假想敌 当作一个潜在的敌人 去防范的对象 公民社会是什么 我刚才讲公民社会 就意味着公共理性 就意味着爱 意味着善 你去把爱华善当陷阱 你去把公共理性当陷阱 如果说你说这政权需要的话 你这不是在妖魔化这个政权吗 就是说 我刚才讲了就是说 我们面临着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危机 公共生活的危机 这个公共生活的危机 根本上说 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的 精神危机 这种危机从根本上说 是一种精神危机 公共精神的 公共理性的欠取 公共理性的那种不发展 不发达 本质上 是一种精神不健康 我们这个社会在精神上 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 这个社会的精神的不健康 写在几乎 每个人的脸上 那种焦虑 着急 绝望 这样一张一张的脸 你去跟台湾人的脸 同样是属于华人圈 看看台湾人的那一张一张的脸 你对比一下 就非常清楚 写在脸上 表现在俗话的语气上 表现在俗话的语书上 你跟台湾人接触 当然 台湾人我也不排除 会有极端的 也会有过为极端的 你要举极端的例子 也能举 那么一些 但是就总体而言 就平均而言 你不能不承认 你看那一张张脸 是一张更健康的脸 你看他们说话 是更健康的说话 这种健康就表现 他们的那种平和 他们那种阳光 他们那种从容 跟我们这边 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这种对照 是两种精神状态的对照 一个是精神上正常的一个社会 一个是精神不正常的社会 中国社会需要转型 我们现在正在一个转型期 我们处在一个转型时代 人们通常谈到转型 都主要讲经济转型 政治转型 文化转型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转型 精神转型 所谓精神转型 就是从精神不正常 转到精神正常 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社会 是随时都可能 出现915 街头暴动 随时可能出 一个成千万人群 被小小的张贤所操纵 对那样的 丑闻的 那么一个社会 所以中国社会 这样转型 那样的转型 但是在我看来 最重要的那个转型 是首先完成 从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社会 向正常社会的一个转型 而这个转型 我说了 没有别的路可走 一个最重要的道路 就是公民社会见谁的路 就是推动公民社会的路 没有公民社会的路 不能让大家过上 这种我刚才讲了文明的生活 什么叫文明的生活 就是公民的生活 不能让大家过上这种文明的 公民的生活 文明的公民的生活是什么生活 自由的有尊严的自治的 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 这就是公民的生活 如果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中国就永远不可能 回到一个精神上正常的社会 十三亿人 一个巨大的力量 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 被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状态所操纵 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出什么事情 都不奇怪 全世界 像《环球时报》 大家都知道 像《环球时报》成天在宣布 中国到处都是敌人 全世界都在围堵中国 尤其是美国在围堵中国 想瓜分中国 想怎么这么中国 这当然都是一种阴谋论 这都不是实施求是的说法 但是有一点是 说对的 全世界都不放心中国 为什么不放心中国 十三亿人 坐在一个这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状态下 谁能够对你放心 这就赋予你这个国家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一个危险性 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巨大的国家 坐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当中 坐在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状态当中 人家凭什么对你放心 这都是人之常情 这是我刚才讲的 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会坚决主张 明明知道有那么多的主义 那么多的压力 我个人也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但是在这一点上 我没法让步 绝不妥协 为什么我会这么一个态度 因为我认为这是底线 底线是什么 我这两天看围捕 有一句话 我非常认同 叫做底线就是生命线 到了底线 退无苦退 对我来说什么是底线 公民社会建设 就是我们这个民主 我们这个社会 最后的一个底线 这个底线不坚守 中国永远不可能走出灾难的阴影 随时会被政治狂人 左边的 右边的 江湖的 庙堂的 形形色色的政治狂人 操纵于鼓掌之中 因为没有公民社会建设 就没有公民理性 没有公共理性 没有公共理性 绝大多数人 他就不是自己的主任 他就不能自己管理自己 他就不是自治的 只要不是自治的 不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他就一定会被外地所操纵 会被那些 尤其容易被政治狂人所操纵 中国就始终处在一个高危状态 在这个高危状态当中 去转型 随时可能转到深渊 回个头来 我还是想再说到台湾 在目前为止 世界范围内的 所有转型进程当中 我最欣赏的转型模式 是台湾模式 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 我们现在 新上台的领导人 他们所推崇的 模式 主要是什么模式 有没有同学知道 是新加坡 新加坡模式 但是我不认可这个选项 为什么说 因为在我的眼里 新加坡模式 主要是一个治理模式 而不是一个转型模式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 不是治理模式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 转型模式 因为中国头号问题 压倒一切的问题 是转型 只有当转型完成之后 你才谈得上什么治理模式 转型模式之后 才是治理模式 第一位的问题是转型问题 治理是第二位的问题 我们现在转型都没解决 谈什么治理模式 而新加坡模式 在转型上 对我们是毫无歧视意义的 因为新加坡本身 也面与一个转型问题 也面与了一个转型问题 他们转型都还没开始 你像他学什么 在我看来 可学的 我个人认为 可学的 最重要的模式 就是台湾模式 在我个人看来 我们未来的转型 只有两个可能 要么是台湾模式 要么是图里斯模式 你要避免图里斯模式 你要想 不在中国 发生图里斯 发生过的那样的动荡 别无选择 你只有走台湾模式 但是 台湾模式 对中国大陆来讲 的确也是太难 太难 要扶置台湾模式 几乎是没有可能 因为台湾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特殊的 为什么说是特殊的呢 因为很简单 别的例子不讲 别的故事我就不讲了 时间不允许展开 台湾 在当蒋经国决定转型的时候 蒋经国所面对的 那种权贵 面对的那种特殊利益集团 面对的那种政治上的大家族 最多 不会超过五个 大陆现在是多少 大陆从中央到地方到 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 又是多少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 就算是大陆大家都在 有很多人在呼唤蒋经国 期待就是国民党能出一个蒋经国 共产党能不能出一个蒋经国 但是在我来说 出一个蒋经国又怎样 台湾的蒋经国只需要面对不到五个家族 中国大陆如果出一个蒋经国 要面对的不止五百个家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台湾模式也不是完全靠蒋经国 台湾模式除了蒋经国的作用 更重要的作用 是多少年的党外运动 多少年的社会运动 以及当时突然变化了国际局势的压力 就是说台湾能够转型成功 比如在我看的至少三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 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 而且蒋经国的那种清醒 或决断 第二个还有 第二个 多少年的党外运动 尤其是八零年代 崛起的社会运动 第三个 国际形势的变化 三大因素当中 我认为 第二个因素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没有第二个因素的压力 蒋经国也不会那样去干 没有压力 蒋经国就没有动力 他就会继续维持 蒋家王朝的统治 活摞部位 这个统治是蒋介石在位的时候 都已经 基本上安排好的 那么 我前面讲到 最重要的因素是 台湾多少年的社会运动 党外运动 而台湾的社会运动 党外运动 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它也是有条件 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一个就是台湾 经历过多少年的 训政 的那么一个条件 这个训政 是双向的训政 这个训政的具体内容在台湾 表现为 从五三年开始的地方选举 表现为台湾一自由的 强大的民间社会 表现为 包括在蒋介石 整个蒋介石时期的 一定程度的 新闻和出版自由 也就是说 表现为台湾多少年的 一种有品质的 公共的生活 公民的生活 哪怕是在 蒋介石时期 在一党独裁的时候 他那个一党独裁 也是一个有弹性的一党独裁 因为那个弹性 就表现在 对我刚才讲的 公民生活 公共生活 在那种容忍 那种让步 的基础上 这是第一点 为什么台湾能够有党外运动 或者社会运动 在八零年代的崛起 第二点 是台湾 在蒋介石时代 不仅实现了经济腾飞 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而且 他是 在均富的条件下 实现的经济腾飞 台湾在经济腾飞期间 在寄生 亚洲四小龙期间 他的经济系数 没有超过0.4 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系数 是多少 早就超过0.5了 已经接近世界上最危险的那种 上线 零件点了 君富 在政治上 有什么意味 君富在政治上的一个主要的意味 就是他消灭了底层 作为一个阶级 作为一个坚持的底层 在台湾 因为君富 被彻底消灭了 他不构成一个阶级 哪怕是清洁工 哪怕是厨房车司机 只要你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你就有一个体面的收入 你就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你就是一个小中产 君富就意味着全民小中产 全民中产化 全民中产化奠定了 我前面讲的台湾最后宝贵的一个东西的基础 这个最后宝贵的东西 就是公共理性 它的理性从哪里 它的理性很大程度上从这儿来的 是全民中产化 从这儿来的 我讲台湾人的平和 讲台湾人的从容 讲台湾人的谦卑 它有一个基础 什么基础 就是这个基础 我到台湾 我今年四五月份到台湾 我知道 我才知道台湾现在的经济情况 其实并不理想 台湾的经济情况 一直到现在 没有走出低谷 而且看不到希望 到现在看不到希望 台湾的人群收入 已经持续十四年下降 就现在 今年 现在台湾的人群收入没有恢复到 十四年以前 但是台湾社会乱了吗 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呢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 虽然收入持续十四年下降 经济上还没看到出路 但是 社会保障 社会福利 没有 没有减书 有一个口靠的社会保障体系 来支撑大家的基本生活 所以大家不慌 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前面讲的 在经济腾飞期间 实现了全民中产化 从70年代 台湾人开始占家庭 一直占到十四年前 台湾人占了二三十年的家庭 在二十三十年 跟台湾每个不同的家庭 都积累 都打下了一个 强大的融资基础 每个家 家里都非常的 不是非常的富有 都是 起码是比较富有 这种富有 到了什么程度 到了 平均收入下降 到现在 现在 他们还在持十四年的积取 还有积取可持 这个家庭还没有持完 他当然从平和 当然从容嘛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 台湾 它的那个转型 为什么那么平稳 为什么我刚才讲 红山军 它有中下层群众构成 但是这个中下层群众 那么有秩序 那么有组织 那么克制 那么理性 原因在哪 原因说穿了 归结为两点 第一点 持续的公民生活的训练 公共生活的训练 第二点 均富 全民中裁法 消灭了社会底层 然后 台湾才会有今天 所谓台湾今天 大家看那个 台湾的那个国会里面 经常打架 骂架 电视上面看台湾很乱 但是像冯伦说的一样 台湾是人民幸福 不管政客怎么乱 政治怎么乱 但是人民安居落叶 一点问题都没有 也就是说台湾能够成功转型 能够最小代价 最小成本的转型 是有前提的 前提就是这些前提 两个前提 最根本的前提 一个公民生活的训练 一个均富 消灭了小中产 而这两个前提 在大陆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说 一方面 我主张向台湾学习 我们要效法台湾模式 借鉴台湾模式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模式 第一 它是华人社会 成功转型的一个标本 台湾只为华人社会 能够做到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台湾转型的成本 是最小的 代价是最小的 我们要转型 坚定不义的转型 这点上没什么好会言的 中国现在的问题 不是改良的问题 不是改革的问题 改革和改革 在我看来都扯淡 中国只有一个问题 转型的问题 只有转型 其他都扯淡 在转型问题上 必须坚定不义 在转型的目标 也就是现正的问题上 必须坚定不义 没什么好商量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必须同时尽最大努力 控制转型的风险和成本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中国社会 我前面讲的是这样的一个 江湖社会 说白了 是一个江湖社会 是一个具公民社会 还有千里万里 自由的那么一个江湖社会 这个江湖社会里面 隐藏着无数的风险 这个人心的那种暴力 人心的那种阴暗 中国的问题 当然首先是制度的问题 政权的问题 政府的问题 执政者的问题 但中国问题 绝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 绝不仅仅是执政者的问题 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同时也是人心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 我完全赞成孙礼平先生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社会沦陷 是不是叫社会沦陷 原始我记不住 大义是这个大义 就是说 这个社会 已经失去了一个稳定的底盘 在这个 失去了稳定的底盘的基础纸上 这个社会没了底盘 建什么建筑 都是流沙上的建筑 所以 我有一个主张 就是一直被批判的主张 两方面都批判我 就是说 我的一个主张叫社会底盘论 我们不仅要改造这个制度 我们更要改造这个文化 更要改造这个人心 更要改造我们社会的底盘 首先 是要把我这个社会底盘 让它做得更坚实 更可靠 更能隐蔽 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 如果没有在一个坚实的社会底盘 我们不去控制这个转型的风险 不去控制这个转型的成本 因为我们现在公共生活的质量 因为我们现在社会的品质 但是 中国一旦发生大的动荡 我想那会比915事件 那就严重不知多少倍 而对我们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来讲 我想没有那么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超人 能够控制 控制不了 整个社会就失控了 一旦失控 我想对我们大家来说 这是一个新的灾难 就是说这么一个基础上的建筑 这个建筑本身 它的存在对我们是种灾难 是种悲剧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坚实的社会底盘的话 那么将来你建新的建筑 你没办法建筑 因为你裁出这个建筑 原来这个建筑倒下本身 也可能是个灾难 也可能倒是悲剧 它的存在是悲剧 它的倒下也是悲剧 这是对中国社会我认为一个最大的危险 大家现在可能都意识到 它的存在是个悲剧 是一场灾难 这个没问题我完全诚论 但是可能只有很少的人认识到 它的倒下其实也是个悲剧 其实也是个灾难 那怎么解决这个两难问题 这是个两难 它存在本身是灾难 因此它没有理由 再像原来这样存在下去了 再像原来这样存在下去 对所有人来讲都是悲剧 那么 但是你又 它倒下也是悲剧怎么办 它现在就用这个理由来威胁大家 你让我不存在 不存在中国就乱了 不存在你们每个人都完蛋了 就用这个来恐黑大家 让你们不要让我倒下 你们让我存在了 你们让我全球万代了 这当然是光蛋 但是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问题 怎么解决两难问题 公民社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 没有公民社会的那么一个见谁的进程 这个两难问题我认为永远不可能解决 吃早玩什么都是悲剧 只有当我们把公民社会进程加速到一定程度之后 当我们相当多数的人都提升成为自觉的自治的公民之后 这个两难问题我想就迎刃而解了 这就是我主张公民社会建设的另外一个理由 当然会有很多朋友 我也收了很多朋友的批评 一个最重要的批评是 公民社会是可能的吗 当然就是说 你要用那种西方经典的 发达国家经典的标本 那种标准的公民社会来 丈量 当下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中国的确找不到公民社会 但是公民社会它的发展 我说它不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公民社会不是一个终点意义上的 而是起点意义上的 而是一个过程 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的公民社会 我讲的是一个建设中的 是一个推进中的一个公民社会 是一个成长中的公民社会 这样的一个公民社会在现实当中 不能说完全没有空间 到处都是空间 这个空间 存在于每一个 愿意向善 愿意心中有爱 愿意向着阳光成长的 每一个公民的心中 我在争取做一个公民 陈文国老师 争取做一个公民 我觉得像我和陈文国老师 一起在做 还有其他许多的老师 也今天都在做 我们 我来到西安 我就被他们那么 一个小共同体所包围 这个小共同体是什么 这个小共同体 就是一个浓缩的 一个围缩的公民社会 它本身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 一个初行 我现在很多人问我 你住在哪儿 我说我不知道 为什么呢 我现在居无定所 全国到处飘 但是无论我走到哪个地方 我都能够感受到 这样的小共同体 这样的小共同体 在我过得的生活经验当中 是无处不在 到处都是 再倒退十年 再倒退二十年 这样一个状况 是根本不可设想的 没有的 只是到了今天 才有这样的情况 到处都是那种公民社会的小共同体 让我感到爱 感到那种温暖 感到那种关怀 再举一个例子 公民社会为什么在中国现在 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状态 而不是一个没有的状态 大家可能说 很多今天的知识分子 今天很多新锐的知识分子 新朝的知识分子 他们以独立 以自由 以敢抗争 而致命 敢骄傲 也因此他们看不上 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中国的那老一辈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 认为他们犬弱 认为他们 一批斗就投降 就没有骨气 没有风骨 瞧不起他们 其实 在我来说 如果要我 个人来评价 我没有资格 瞧不起他们 为什么 在今天 因为我在今天 我能够独立 一定程度的独立 一定程度的自由 一定程度的抗争 是因为我有今天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 而我的那些前辈 他们不具备 他们为什么不具备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是没有社会的时候 没有社会 社会是什么 社会如果用文学 手法来比喻的话 社会就是 一个国家的植被 就是一个国家的森林 就是一个国家的原始森林 一个国家必须有植被 必须有森林 必须有原始森林 它里面才能有老虎 才能有豹子 才能有猴子 才能有灰禽走兽 才能有一个完整的生态 作为猛兽 作为野生动物 你才能在其中 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如果说那种独立自由 的知识分子 是野生动物的话 这个野生动物 要能够存在 你的前提 是要有这个植被 要有这个森林 要有这个原始森林 有了这个原始森林 形成一个生态之后 什么动物都有了 什么生猛的动物 就都有了 就都不奇怪 一旦没有那个植被 一旦没有这个原始森林 一旦整个土地 都是一片开阔地带 这个开阔地带 它就会 让那个全力的战车 任意辞成 毫无阻担 在这种情况下 别说那些独裁猛兽了 这些生猛的动物 那种野生动物了 哪怕出现一只兔子 因为马上被一枪干掉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叫 那种老辈的知识分子 像我们现在那样 来抗争 像我们现在的独立 那样来自由呢 我觉得这是可求于人 那么但是今天不一样 今天的历史条件 完全不一样 我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不是一个很有 那个很有骨气的人 但是我是有一点点勇敢 有一点点骨气的人 有了一点点之后 然后我付出了代价 我付出的代价就是 被整个体制 一而再 再而三的所驱逐 我被驱赶走去 要倒退到50年代 60年代 我那么做的话 我肯定会被握死 如果我没有被枪毙 没有被关死 我必然的结局就是被握死 但是我没有 今天我没有 今天我怎么样呢 今天我站在这儿 站在这儿跟大家讲话 如果我没有生病的话 我可能是 我会很滋润地跟大家讲话 我会红光满面 深入我红中 我的精神状态很好 我的生存状态很好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社会了 体质把我驱赶了 没关系 有社会 社会在关照 什么社会 一定程度上的公民社会 这个公民社会 不但是理想 我的意思是说 它其实很大程度上 已经是现实了 并不是不可信 很多人说 公民社会在中国不可信 为什么 集权之下 哪儿来的公民社会的空间 这是一种 教条主义的 绝对主义的 那种理解 生活 生活是丰富多才的 生活是有巨大弹性的 没那么简单 生活是复杂的 在这个复杂的 丰富多才的生活当中 成长起来了 一个公民社会的初心 我们的任务 是把它做得更大 更强 我们老是讲崛起 我们讲国家的崛起 但是我们从来不讲社会的崛起 尤其从来不讲公民社会的崛起 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让这个已经 有了初心的公民社会 让它崛起 让它和平崛起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崛起 这是我今天要在这儿 给大家讲的主题 我先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没事 我先简单的总结几句 然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交流 其实我也感觉我今天状态特别不好 因为我和少孙老师一样 我也生病了 所以感觉也是 其实心里有好多话要说 但是 幸好刚才少孙老师的这一番 平和理性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健康的 我认为也是具有相当的 学术化的一番讲座 我觉得也激起了我的表达的一种 这个欲望 那我这样的表达 还是和我们共同的一个关注 其实是一致的 那就是什么是公民 什么是公民社会 什么是所谓的自治和合作 我想我们今天 在走向一个国家 它的一种所谓的美好社会 尊严政治或者责任政治 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 我们的中国需要一番 观念上的一种转型 这种转型一定是超过了 我们几千年来 那样的一种循环的 轮回的一种模式 那就是当我们经历了 一个循环和革命 就是Revolution 好像是一个转圈圈 样的一个东西以后 我们会发现 也许我们建立起来的一个 新的社会 它和以前的社会 好像并没有质的区别 那今天我们在观念上的 一个转型 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所谓大家 冠上说的 人心的改造 而人心的改造 我是不愿意用一种道德化的 或者泛道德化的一个东西 来进行一个评判 我们经常在 就是由于缺乏这样的 一个基本的公共生活 我发现我们在评价 一个人的生活的过程当中 我们往往有两种欺识 一种是泛道德化的一个评判 要么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 像雷锋一样的 要么他是一个很卑鄙的人 很卑贱的人 那于是我们处于这两种极端 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是有一种 泛政治化的一种评价方式 就是刚才少叔老师也说的 就是我们不能够阳光的 公开的 坦荡的 很理性地进行商谈和交流 来表达自己的一种诚意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样的一种泛政治化螺丝 可能就会落实到一个实践当中 可能是一种阴谋论 那因此我们在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要来两个转换 一个是从一种 要承认公民 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但是这种个体 它不是一个原则化的一个个体 它是一种自由的个体 那原则化的个体就是我们所说的 所谓的自私自利的 没有任何公共关怀的 对于公共的事物和责任能力 是一种非常冷漠的 极丹的态度 那么从自我的一个利益出发 可能最终会导致 孝春老师刚才举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915 比如说耀佳心案件事后的 一种民情生态的一种反应 那么因此我认为我们要从一种原则化的个体 走向一种自由化的一个个体 另外一个层面 我觉得我们在构建公民社会的过程当中 与我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的 就是我们往往有一种组织化的恐惧 那刚才孝春老师也强调 就公民社会要构建一种小共同体 其实它的一种组织化的卷权是非常之重要的 托克维尔也曾经说过 支撑美国这个社会高度成熟的基础 就是民情和法治 而民情的一个核心 当然就是按托克维尔的一个说法 就是公民的一种自治和合作的一个能力 这个能力主要是体现在托克维尔所说的 乡政自治 行业自治 这样的一种精神 他说这是公民教育的一个母亲 最好的一个学校 但是在中国我们长期以来 缺乏这样的一种公民生活的一个训练 我们今天就导致了一种泛组织化的一种恐惧 就是好像你要成立一个什么NGO 或者你要做什么事情 他就认为可能你是想要主党或者要干什么 就是组织 自组织和组建party 其实他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经常就会把这样的一些概念给他混淆 那这样一个混淆的一个结果 其实就是萎缩了或者压制 窒息了公民的一种自我的一种能力的一种伸展 那这样最终的一个结果 我认为当然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种忧虑的一种前景 那从刚才孝顺老师的一个这个迅速当中 我觉得我是收获特别大 一个就是孝顺老师的那种历史深处的一种忧虑 对吧 没有什么太花哨的一个词早 而是实实在在的根据他长期以来 对中国公民社会的一种观察 他的一种洞察能力 直到我们今后的一种社会转型 要付出最小的一个代价 第三 我们需要在哪方面进行一个努力 另外一个从一个方法论的一个视角 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就是 他的一种高度概括的一种能力 就是我们发现孝顺老师在整个讲座过程当中 他对于公民社会的一些描述 有一种非常概念化的一种描述 其实这种概念化的描述 它体现出了对中国的一种复杂问题的一种提念能力 那在这种提念能力之下 可能会把很多我们看不清楚的一些问题 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说我今天就是简单的一个总结 我想说我们在座的 我们大部分都是学习法律的学生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学习法律的学生 我们今后都缺乏基本的一种公民的一种教育的一种训练 那我想这个社会它的一种公共的生活 可能会呈现一种更悲观的一个状态 因此我是期盼通过这么一场讲座 都能够让我们大家能够受到教育 然后能够把这样的一种观念 转化为我们日常的行动当中 还是那种公民的一种成长 自由的争取都是要靠自身的努力的 而这样的一个努力 其实是代价最小的方式 而且是它付出的一个代价 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而它所实现的那样的一种美好的愿景 美好的前景 会大大的超过我们的预期 好 谢谢我的总结 就简单了 下面我们是 我认为是更精彩的一个交流的时间吧 我们还是交给孝师老师 有提问的大量的提问 还是老规矩 叫你联系老师 又有点明白 做梁晴智 现在带大家 总结束 请追悟 请追悟 这是 在小吉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